美国现在不断的对中国大陆施压 而且也上演抹黑战 尤其是不断说什么 中国大陆军事援助帮助俄罗斯吗 那来看到这一次 秦刚在这一次外长的记者会当中 他也说世界越动荡 中俄关系要越稳步向前 然后中俄关系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 不受第三方的干扰等等的 然后也说元首的密切交往 就是中俄关系的指南针 暗示习近平主席要访俄罗斯吗 然后也提到说国际货币 不应该成为单边制裁杀手锏 意思就是中俄的交易 也许就会用人民币吗 另外他也说 中国大陆又不是俄乌冲突的制造者 你为什么要甩锅给中国大陆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秦刚是怎么说的 有的国家习惯用冷战结盟的滤镜 看中俄关系 看到的不过是自己的倒眼 中俄关系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既不对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也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和挑拨 至于你提到 中国的贸易使用什么货币 答案很简单 什么货币好用 既安全 又信得过 就用什么货币 国际货币 不应该成为 单边制裁的杀手锏 更不应成为 霸凌胁迫的代名词 将军怎么看 现在美国不断的说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靠在一起了 但是来看到欧盟这边 其实是打脸美国的 欧盟委员主席冯德莱恩 跟德国总理肖茨会晤的时候就说 欧盟现在就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看到 中国大陆向俄罗斯提供了武器 所以美国不断的讲这个东西 哪一招 其实讲起来就很简单 外交官讲话都很含蓄了 说白了就是说 你中国大陆指责美国 你在那里加油添醋 提油救火 我不能救人家 对不对 是谁在那里送武器了 对不对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你拼命印钞票 美钞九分 九分五 九点五分钱 不到一毛钱 印一张百元大钞 到台湾就可以换三千块东西 哪个国家受制起呢 第三个 金融系统是讲究一个信任 你可以不限制印钞票 你不用黄金做抵押 那你就是在隔我韭菜 第三个 自由贸易最大的基础是 不管私有财产 国家财产 不可以任意没收的 你没收俄罗斯的 没收阿富汗的 全世界其他国家拥有美钞的 担不担心 担心 我的公司在那边 我私人买的豪宅在那边 你要说没收就没收了 那你是美国破坏你自己 自由经济的规定吧 对 金刚讲的这些都很含蓄 可是民眼人都听懂 第三个 中国大陆到现在说 你拿什么证据 我在支援俄罗斯 送什么武器去呢 对 对不对 而且他是我的盟邦 我在别的方面支助他 也是应该的 我只要不提供武器 第三个 我中立是一支态度 因为中国大陆希望将来能够 以俄乌战争打到双方 差不多了 所以变成一个调停者 那他在国际的社会地位 就远超过美国了 对 因为欧洲也撑不下去了 欧洲经济也是一大衰退 为了俄乌战争的这个 美国所限制的天条 这个制裁 那个制裁搞得美国国家都很穷 都很困扰 那就希望中国大陆 将来变一个仲裁的角色 中国大陆现在说 我仲裁的时机还不到 因为美国又没有放手 你美国不放手 一直在挺乌克兰 乌克兰明明可以 你不挺的话 这个战争就结束了 俄罗斯那边可以刹车 就是谈条件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还要再看 你要去做媒 看男女双方容貌也不相称 家事也不相称 这个没做得成 所以中国大陆也在等 那如果这个时候 一出手资源俄罗斯的话 就破坏了他未来扮演的角色 那中国国际地位 就没办法再进一步的提升 他当然不会让俄罗斯垮 可是明白眼看得出来 俄罗斯还经得起号 你乌克兰经得起号 三分之一的人口 已经流亡在海外 打了自己民穷财俊 你的政府开销 军队支出 都要靠外国政府给你去兼援 然后自己内部又贪污腐败 共和党都要去查他账了 对不对 所以乌克兰能够撑的 我认为虽然乌克兰老兵很爱国 可是被这个政客弄得 就送上战场当炮灰 值不值得 这个仗值不值得打下去 对 因为六十岁以下男生就留下来动员 逃出去都是老弱妇孺 对不对 经济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 然后全国残破 所以撑 对 有的媒体报道 俄罗斯又吃了憋了 哪里吃了亏了又什么什么 但是问题我们衡量一下 两个哪一个撑得下去 如果真的是俄罗斯撑不下去 中国不出手才怪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说撑得下去 经济上我买你的油 对不对 你不会破产 粮食我们交换 我的民生用品换你的粮食 换石油 所以就大局来看 乌克兰是撑不了多久 但是美国就不希望 他就跟那调点滴样 今天输100cc血 明天输200cc血 他就需要一直消耗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欧洲政治家难道看不懂吗 我们的评论人会比他高明吗 心里有数 对 心里有数 到底谁在供火 美国在打预防针 你不要供武器 供武器 你供了俄罗斯的武器 我这边要花更多钱 去供乌克兰 对 但是中国大陆的立场 就是劝可促坛 而且针对于军援 俄罗斯这一块 中国大陆是非常小心的 而且 泽伦斯基 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就说 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欧盟也站出来讲话 说没有这件事情 好 最近的不断抹黑 中国大陆还有什么呢 说你呀 军费变很多 这就是怎么样 就是要对准台湾 这好恐怖 但是真的是如此吗 来看到中国大陆 2023年的军费 来到2248亿的美元 增长7.2% 但是这用美元来计算 但是如果来跟2020年 也用美元来计算 2022年的 其实他的军费是2290亿美元 其实并没有比较多 就今年的增长并没有比较多 那美国呢 美国是8500亿的美元 增长了14% 更别说众议院共和党领袖 麦考尔还说 国会应该在未来一年 增加国防的开支 要应对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威胁 你看 美国想要增加预算 就说是大陆的威胁 然后但是呢 中国大陆占他的军费 占的他的GDP大概是1.23 今年是如此 但是一直都是低于1.5的 美国是占的大概GDP3.29% 北约大概都是超过2 印度都有2.4了 日本呢 还增加26% 另外再来看到 中国大陆和全世界的军事排行 大陆的确军事底气 是越来越强的 最新来看到的 中国大陆的火力 全球火力的网站 它公布的最新一年 全球军事的实力排行 中国大陆来看到是第三名 第二名是俄罗斯 因为它有导弹 核导弹 核弹的问题嘛 所以它是第二名 美国是稳居第一名 不过来看到将军 最近来看到中国大陆 被说 你是加了核弹这些东西 当然排名会是如此 但是呢 中国大陆在海军这一块 是很强的哦 海军来看到 它跟俄罗斯相比真的差太多 俄罗斯就只有 核潜艇比较强了 像北风之神这一级的 但是中国大陆很多啊 052D啦 它有64的垂发啦 还可以搭载呢 红旗9啊 英旗18这些武器 还有包括什么 动55大驱啦 更别说 三个航母也出来了 所以在海军这一块 被说稳居世界第二 我跟你讲 我的看法不太一样 有些武器啊 你说比核子弹头 美国5600克 俄罗斯6000克 但是这些武器会不会用 不会用到那么多啦 因为这五六千克早在几十年前就有了 对 它用不用 能不能用 不能用 敢不敢用 好 如果都不用 那剩下就是传统武器了 陆海空军了 这些是解决世界每个争端战场的东西啊 谁多 对不对 数量上美国也多啊 对 但是美国要管全世界的事啊 被多利分啦 被分散了啦 你还能够800个基地 你养基地花多少钱 对 基地里面要有船 要有炮 要有军队 要有坦克 那有多少钱 所以你能够抽掉这些东西出来到一个国家去集中作战吗 不可能 中国大陆说我只负责防卫 他又没有要攻击别人 我也不攻击别人 对啊 美国平均一个总统对外发动四次大型战争 对 十几次小型战争 对 你是不断地在打 是 对 中国大陆四十几年没有出手过 所以这个问题 一攻一守 孙子兵法 五倍才能攻击 对 对不对 那你能不能形成五倍 你管看国防预算嘛 对不对 你的国防预算增加得比较高 但是 都通膨很多啦 通膨很多 但是美国你为什么那么担心 中国呢 对 因为你就发现 真的在这个地方发生冲突 我占不到便宜嘛 所以我要 要国会再给我增加 我不增加 南海部署也 印太也没部署好 这个东北亚的这个 这个台湾也没有部署好 蒋是蒋要援助台湾 但是美国的次征 标准飞弹的库存量还有多少 对啊 根本生产不出来 用的差不多嘛 你要答应我们的F-16V 要改还要好多年以后才给我 那可见你的军火制造力量 已经应付不了 你现在吹的牛逼嘛 对不对 为什么这两年很奇怪 美国的将领上将 频频对外放话 我以前跟他们接触的经验 他们不谈政治也不谈这个 只有私底下喝了两杯酒 聊天的时候 这个胸那个汉 从来不在媒体上讲话 为什么现在都讲要钱 美国就说 我现在召见能力 这几个船屋 不够不够 尼米兹的 美国的航母大部分是尼米兹级的 福特级的只有一条 尼米兹的有的是40岁了 30多岁了 每年要进医院休养半年 最快也要三个月到四个月 我的船屋就被这些占满了 维修都来不及了 零件也没有了 零件用二手的 用二手零件拆别的船来补 它怎么跟中国大陆就比 中国大陆十几十三 十三还是十六个船屋 十三个船屋 十三个船屋 然后他说十三个光 一个就比美国全部还多 他这里面好像有八个船屋是大的 对 这个大屋一次可以做五条 052 对052 一次下五颗水饺 对 那问题就是说 而且它是分散式制造 建守在旁边那个厂 建中在那里 建身在哪里 然后到这个大屋来一起组装 组合起来 在焊接 所以一下子组好了 五条出去 后面有五条进来 对啊 所以这种造舰的技术有改变 它改变的原因是从哪来 不是军方 是民间商船货轮 船屋也多了 多了以后改成军用就方便了 对啊 美国海军的商轮的制造业 已经不发达了 再加上现有的这个船屋 又被老旧军舰所占去了很多 所以它没办法下饺子 它是有做慢动锅 对不对 它整它一天一夜 出来一点东西 OK 所以这个问题 传统作战的兵力 那陆军 中国大陆是两百万多部 对啊 对不对 你美国多少 第一名的 中国大陆第一名 对 它是陆军 海军都 空军也赢你 现在只输你浅舰上面 所以这个问题 解决世界上任何一个战争的 争端 靠的是这些武器 所以将军 你总结来讲的话 不算这个核武器的话 大陆是不是 其实在这边都是赢的 亚太地区就第一名 亚太地区它第一名 亚太地区第一名 然后全世界比的话 差不多 全世界第二名还高一点 第二名还高 就是很接近你第一名 很接近一了 要不然美国那么 那么气急败坏干嘛 我也是又增加那么多国防预算 因为大陆国防预算比你少 但他顾好自己就好了 不是 第一个它是防御 我不需要那么多 没错 第二个大陆人工便宜 对 CP值高 CP值高 对啊 没错 中国大陆它的造舰能力很强 而且它光是造武器这一块 一块钱跟美国相比 真的造出来东西 CP值好太多了 那更别说 岁将军的总结就是说 你不要看这个所谓西方媒体 在这个评估啦 真的将军专业的说 他已经是稳稳第二名 而且可能快接近第一名 这全世界 但在亚太地区呢 中国大陆稳稳是赢美国的 好 那的确是如此 美国海军部长 来看到戴杜罗就说 哎呀 中美造舰能力真的差太多了 大陆已经有340艘的军舰 未来有400艘 然后美国呢 未来 现在已经不到300艘了 然后大陆有13座的造船厂 一个造船厂都能够产能 比美国的造船厂还要来得多 好 那再来看一下下一张呢 来看到说中国大陆052D 真的是很强 尤其是中东现在好热啊 在说什么 沙特也要买052D 美国吓死了啦 来看到中东媒体说 阿尔及利亚想要买6艘052D哦 那沙特想买12艘 然后说三周内要签约 美国部长奥迪 说美国要密切的关注这个问题 但是呢 中国大陆博客就说 又有人专家说 沙特连东风41都买了啊 买这个军舰又有什么呢 沙尔地阿联酋这些国家 什么都没有 就是有油有钱嘛 土豪 土豪 那真的是土豪 满手的钞票 而且沙尔地有一个很有意思啊 他知道石油总有一天会挖光的 对啊 他拼命搞全世界的经贸 投资财产 但他要维护自己的安全 他又不是军火制造大国 以前跟美国买 美国碍于以色列的面子 很多不卖 不卖 对 机密的东西怕以色列翻领 结果中国大陆出来了052D 哇 下下下 价钱又便宜 性能又好 CP值高 CP值高 阿拉伯何尝没有阿拉伯海周边的安全问题 都有 所以中东这些国家有钱的 看着这个是价廉物美 还有一个 你今天买上052D 将来要不然买055 不不 因为是不是这样子 我用惯一个系统东西 你买Apple为什么买 所以换代就简单了 买11 要买12 就买下去了 而且空军更明显 买了解放军很多教练机 L15教练机 L15教练机 12架已经要买了 后续36 这个教练机买了下面 C10 C15 C16 C31 C35 都要买 不然我干嘛用你的教练机 你开灌某一个国家的车子 对不对 换一个新款的 很容易 我们为什么喜欢用Apple 因为里面用的方式都差不多 是 清和力高 那我就好用 OK 所以这个军火市场 美国 中国大陆也抢了美国一大块肥肉 可是将军 那为什么美国很紧张呢 他还说 我们要密切保持关注 但是问题 你美国博客籍能外销吗 你船屋不够 生吃都不够 你还晒干吗 意思就是说 我美国自己都不够 刚刚我们已经说了 美军将军说 我们的船都不够了 当然不可能去卖给沙特 这个052D 更别说有中东的一些角力的问题 这样就说了 价钱比不过 价钱比不过 第二个 以色列会抗议 第三个 我根本做不出来那么多 所以台湾话不讲 生吃都不够 还晒干吗 生吃都不够 还晒干 对 好 意思就是 不可能卖这些东西 看来又不高兴又生气 但是生闷气没有用 没有用 你有东西拿出来卖 对不对 只有台湾好欺负 买你淘汰的东西 对 的确是如此了 那中国大陆 这个海军的这一块 052D 在中东非常受到欢迎 会不会真的卖 值得后续来关注 但是这也凸显出一个问题 美国你生气就生气 但是你也没辙 你造不出来 价钱又比不过 然后你要考虑以色列 将军讲的这三点 好 那再来看到说 中国大陆被说 现在 海军的这个实力很强 像是什么呢 像是052D 它有这些什么 364的相控阵雷达 以及64单位的垂发 它可以冷热的发射 红旗9 阴级18都可以 那动物 刚刚将军说了 未来会不会动物也出口呢 但大家都知道 一旦动物能出口 代表中国大陆的武器 更强了 动物它可以发射 阴级21 这些也是杀性 目前是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052已经 充分满足你的需要 我有防空的飞弹 红旗系列的 我有弓箭的飞弹 引起18 引起18 我有弓鹿的飞弹 打你地面部队的飞弹 都很强 第二个 我这个船的船型 盾位数 复合你的需要 对 那7000多盾 7000多盾 你不需要为我再开辟一个深水港 那我可以 已经可以足够完成 这边 这个等于是客制化 客制化对着你的需求 你很需要这些的 你这个小国家去买一个 太大的 航空母舰 你往哪里摆 对 它一定是针对你的需求 这个刚好 刚刚好 意思就是说 中国大陆 其实它产业链分工非常细 我们都知道说 中国大陆 这个各个品项都有 那不只是制造业是如此 在军工体系也是如此 你要大船 有动物 当然航母不可能 动物现在不可能卖 那将军说的没错 052D就已经能够满足 中东这些国家的相关需求